你先出去玩一会儿,嗯 爸 干嘛这么着急啊 向东啊 你先出去玩一会儿啊 两个儿子都到了,可以说说了 你们母亲走了也有小半年了 原来我想跟你们在一起住 能帮你们干点什么就干点什么 现在看用不着了 爸,你说这干嘛呀 爸,你现在不是跟我们住得挺好的吗 我昨天想了一夜,决定换个地方住 爸,你想住哪儿啊 敬老院 来 别见呀,爸 爸,你要是觉得 在我们这儿住烦了以后 我给月梅打电话 你上乡下住去去 什么时候想上我姑娘那儿去 我会去的 不是,爸呢 不是,爸呢 是,爸 咱们做子女的应该 尽重老人的意愿吧 爸要不愿意跟我们住 住敬老院也行 不行 爸哪能住敬老院啊 为什么呀 我大舅他就住在敬老院 那儿条件可好了 有那个营养师 还有那个护理员什么的 他们照顾的 比我们照顾又周全 又专业的 而且爸在那儿 又有人聊天也不寂寞 再说了 爸什么时候想回家住 随时都可以回家住啊 什么呀 那敬老院是姑姑老人去的地方 爸去的那我呢 这些当儿女那不太丢人了吗 这丢什么人呢 这敬老院 人家都是有钱人才去呢 一般人想去还去不了 小的 志文 你什么意思啊 我觉得想法也行 说什么呢 咱妈俩能住敬老院啊 不是你说现在 我们怎么办啊 是吧 咱们家那房子 让你妈给贴上封条了 你妈那脾气吧 咱们都了解 你说 你 我 我爸爸 咱谁惹得起他呀 爸 要不 您就 先过去 住几天 我听说敬老院现在条件也都不错 不 要是不习惯呢 咱就得回来 是啊 这志文有文化啊 书读得又多 那志文说好那肯定是好啊 爸又不是没儿没女 你上什么劲了呀 我不同意 哎呀干啥呀 你干嘛呀你 你腿压我手 不是你瞎嚷什么呀 这孝顺孝顺 顺着就是孝 再说了 你这脑子 能比志文的还明白 喂 听志文的吧 好 就这样定了 老伴啊 咱们两个儿子 哪个家都容不现我了 还是你好啊 走了心就静了 喂 你好 请问一下是怀顺敬老院吗 我想咨询点事 我就想问一下 你们那个 这敬老院一个月多少钱呢 什么事啊 哥 志文 咱不能想别的办法吗 有什么好办法 你帮着想一个 刚才看着爸那样我都心疼 你们不难受啊 你以为我不难受 不现在不没别的办法吗 哎 不是怎么 你们都跑下来了 床位都联系好了 明儿就能去了 多少钱啊 八百 最便宜的了 行就这么定吧 我先走了 哎你别走啊 钱怎么出啊 我跟我哥一家一半呗 对吧 怎么不对啊 岳梅也应该有份啊 岳梅也应该有份啊 他不能是分钱的时候有份 出钱的时候就没份了 行了就这么定了 我们俩一家一半啊 岳梅呢 你说他知道以后 不应该生出什么事啊 爷爷 爷爷你别去见毛药了 不想让你走 有想跟你一起睡呢 爷爷走了以后 听你爸妈话 好好学习 给爷爷争过啊 我知道 但我想爷爷怎么办呢 爷爷也想你啊 想爷爷 放假的时候 就到京老阳去看爷爷 就是我爸妈 他们不好 别这么说的了 爸妈生你养你 你应该效应他们 他们身上好的地方 你就学 不好的地方 他就不学 明白吗 爸明天你们送吧 我有会我送不了 不是 你得去跟着一块送爸呀 你有车 我真有事 钱回头我给你打卡上 你的倾斗 人家养老院规定的 你一倾斗也行 你们可真残酷 一点人性都没有 你们可真残酷 你们可真残酷 爸 爸 向东呢 上学去了 向东上学去了 先走了 今天一会儿我送你 三样他们单位有事 我上午开会 怎么办啊 爸 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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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给我 谢谢啊 师傅 你跟我上趟牢 什么呀 东西都不着带着 有事儿你上牢就上牢 把你上舌头吧 干什么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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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那个 这个 什么呀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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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什么呀 这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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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鞭子 鞭子 快帮我一下呀 快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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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爸回来呢 这怎么办 不回来了 爸在静老院呆着多好啊 我跟你说啊 爸在静老院呆时间长了 你让他回来 人都不愿意回来 不是 哎呀 车等着呢 快点 那个 把这个撞到猫里 爸 我把您能用的东西 我都带着了 爸 到时候那个 您用的时候找不着麻烦吗 我跟志华 及时去接您 想回来就回来 老妞 你这事上哪儿啊 我去串门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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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边滑 快步 乞 爸 这这边可真是的 非得说今天开会 送你这么大个事 他也不张罗请个假 爸 你别生气啊 有我了吗 这不 他也不贵 爸 到了 我们这儿早上七点钟吃早饭 十二点吃午饭 晚上六点钟吃晚饭 我们这儿空气也很好的 有些老人就愿意坐在外边 互相沟通 交流交流感情 所以说我们这里 大家伙的气氛都很好 作为一个敬老院就是一个大家庭 所以你们有什么事 以后只快来找我 爸 我看这儿环境挺好的 你说呢 老刘 你看这屋收拾多干净 你就睡这点钟 这个床有人了 这床有人 这个柜子 这柜子你吃 那个柜是踏实 对对对 那柜子贵踏实 院长 院长 咱们的锅炉坏了 赶快开门去吧 是吗 那我们赶快去 您马上 有事你找我 您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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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 你坐下歇会儿吧 我看这屋挺宽散的 跟你原来那 住的都差不多了 院长挺实的 您先 先住下吧 爸 你是不是不太喜欢这儿啊 那什么呢 你就先暂时住几天 实在不行 过两天我再接你回去 喜不喜欢 你爸不都得住在这儿吗 行了 把我送到了 你就回去吧 别说爸 我再陪你待会儿 在自己家都陪不了 跑进老院陪来了 回去吧 回去完了 又该吵架了 爸 我也不想让你上这儿来 没啥 这是进老院 毕竟不是精神病院 你爸能活 回去吧 爸 我这儿还有点钱 你看你买点什么 我不缺你这点钱 没事 塞业不知道 走吧 你快走 你快走 没事 塞业不知道这钱 你拿着 我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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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哥 你干嘛呢 干活呢 哦 你把爸送到了吗 送到了 哦 好 那你忙吧 我这开会了 我就不跟你说了 好 老伴儿啊 你没想到我有今天吧 咱勇儿有女 我上敬老院来 花月里的秋风 人人都很凉 一场那个波露 两场的霜 小烟霜淡达呀 独根的草 干什么呀你这是 花大边里的帅子 有桥买个五个山 小烟霜 你干什么你 你干什么你 不是 王二姐 你干什么你 独坐在那绣楼椅上 哎 你这人怎么个事你 啊 院长啊 院长 院长出去了 我这人有精神病 是怎么的这是 他倒不是有精神病 他有点毛病 什么毛病啊他这是 附会肯定会这样 跟你同步的 他叫福贵 他以前是唱烙听大鼓的 可有名了 他有名没名 他不能老摔我呀 福贵要是给谁唱戏 谁就一定得叫好才行 要不他就不高兴了 担当我的夫君脑 那是奴的郎 好 好 这 向东老公吃饭了 你跟我说啊 跟爸爸好跟妈妈好啊 快吃吧快吃吧 快吃吧 行了快吃吧 弄 哎呀 哎呀 难得咱们一家三口 这么清静吃顿饭 祝贺一下 哎呀这太阳从西面出来了 这就惦记好几年了这都 赶紧赶紧让我尝尝快 让我尝尝 让我尝尝 香不香 嗯香 今儿想喝多少喝多少 我不拦着 好好好 那我自己来 香东 来这个你还吃这个 嗯 我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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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哥 月梅啊 有什么事吗 爸在吗 啊 那个找爸有什么事吗 没事 就是想爸了 爸在你那儿吗 我跟他说说话 爸 喂 啊那个 爸不在这儿了 爸去哪儿了呢 什么意思 咋了 你 嫂子说爸不在哪儿 就把电话给挂了 不是 你怎么给挂了 咱们不跟他说 爸去进来院了 咱们说呗 咱们说呗 什么事都做了 让我们当坏人 不说 喂 智雯 啊 姐 那个我刚才给哥打电话 哥说爸不在他那儿 那爸去你那儿了 没在我这儿啊 啊 那他会上哪儿去啊 是啊 他他不带我哥那儿 他他能去哪儿啊 放心吧 没什么事了啊 事都不是告诉你的 行 那就好 嗯 嗯 智雯怎么说 他说爸挺好的 那我就得了 你弟的话你还信得不 现在这假话张口都来 你怎么跟你姐说实话呢 我傻吗 我要说了我姐不得骂我呀 我哥他们两口都多惊了 一个字不说 非让我姐打电话问我 心眼太子了 瞒得了一时 瞒不了一世 我看到时候你怎么办 等他那天再说呗 哎呀我这两天心里老不踏实 你说我怎么就做那么个梦呢 那我爸要是好好的 我怎么梦见他睡大马路上 你呀一天就要瞎琢磨 不行 大程 我看我们还是得进唐城 我见不着我爸的人 我心里不踏实 啊 福哥啊 睡觉吧啊 玉京船四郎好 我买不出街好 好好好 我买 福贵啊 睡觉吧 好不好 咱明天再唱 别人都睡着了 咱不睡 还不让别人睡吗 听话福贵 来 睡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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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听话 好 好 好 我买 我是觉无得要登啊 你 你 初 你干什么呀 站这儿 快放呀 快 你干什么 站这 天啊 你站这 哎呀 你干什么呀你呀 你让不让人睡觉了你呀 你给亮关了 我我找亮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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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院长啊 院长 院长 你给我换换房间吧 什么事这么着急啊 你上我房间看看去吧 昨天夜里 他又唱又跳这还不说 唱大鼓也不说 还玩就火来了 要不叫我叫轻 把房都烧着了 这多危险哪 我说富贵 你要再这么折腾 第一 我不让你呛戏了 第二 我这边板给你收了 不 我儿子也抢这板 你也抢他 不给 不能给这个板 哎呀 我说富贵啊 你要再这么折腾 人家老牛啊 肯定不跟你住了 那怎么住啊 多危险哪哪哪呀 刘娜 你别走 我一人在那屋里头 天夜黑夜刮风 不就害怕 你还有怕的 那你怎么不怕火呢 不玩火了 这不多听你的话呀 你啊 凑我跟他住上 老哥儿俩嘛 都不容易 哎呀 你们哥儿俩拉着手 好玩和和气气的 回去 昨天晚上我怕影响 您跟大伙休息 我没叫您知道吧 我就在屋里坐了一宿啊 你上这干个肉全湿的 哎呀富贵 你呀真是 下次一定要注意 别玩火了 听见没有 再也不能玩火了 不管火了 再也不能唱 你绝不唱 你别半夜上个唱啊 走走走回去啊 找他俩去吧 走 回去吧 再有一次我就离开你啊 走 有什么事再来找我啊 你说话 说话快好 走走走走 向东 姑姑 向东 来 姑姑家树上石榴红了 谢谢姑姑 爷爷在家吗 爷爷不在家 爷爷上公园了 你怎么没跟着去啊 爷爷没去公园 爷爷去见老院了 都一个星期了 啊 年红了两把了 谁呀 快开门去快点 哎 哥 月 月月月来了 早点坐啊 哥 你是不是把你爸送进老院了 爸爸呢 快点快点快点 你是不是把爸爸送进老院了 这事你问志文去啊 哥哥 哥哥 这么大的事你怎么不跟我商量一下啊 你们这样就把爸轰出去 你们安的什么心啊 什么呀 是爸自己非得要去 我们拦都拦不住 来 要不是你们天天惦记着爸爸轰出去 爸能自己要走吗 这是爸的家 你说什么呢月梅 好像是我们非要把爸给赶走似的 是吧 你你去问问去 这是爸自己拿定的主意 我们好说胆说 爸都不在家里面住 是 说说怕给我们增加负担 怕麻烦 你别屎盆子乱扣啊 我乱扣屎盆子 你们干的是不是人事啊 志华三你们家有事了 你们 别别别 没事没事没事 坐下走 赶紧坐下没事 刚说什么家的小事没事 没事接着玩 爸愿意去敬老院 那是爸的事 你张月梅姓张了都不姓牛了 你管牛家那么多事干嘛呀 妖姬 你管我这儿呢 张月梅 你管我这儿呢 你管我这儿呢 张月梅 你管我这儿呢 你听听我说话没有 你管 你管 你每天你管我送一支烂白菜 你管自己拿白菜了你 妈 你管你还敢掀我们家桌子 你 你把麻将给我捡起来你 你 我都快糊了我 你管我捡麻将 你回来 让让让让 什么东西 你过去别碰我 爸 别碰我我 我都 张月梅 你给我把麻将给我干 你 还挺舒服的啊 我累了咱歇会吧 那行 走 想喝水吗 不喝 不喝 你傻笑什么呀 我有事想跟你说 什么呀 怎么了 我怀孕了 我怀孕了 怀孕了 我怀孕了 我怀孕了 真的假的呀 我骗你干什么呀 放下酒 我怀孕了 如果还没有 好 你 我怀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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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怀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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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怀孕了 真是我 不是 叶尔吴 鱼翅 熊掌 不是 你跟我说 不是 这也行 要不咱们把他们走啊 哪有喜欢的咱们就去 好不好 来 我给你卷一个 又有菜又有肉 哎 姐 牛志文你个汪八蛋你 狼心狗肺的东西 你怎么上来就骂人呀 我骂你 骂你是轻的 爸怎么去京老院 不是 姐 我哥嫂子 他们跟你说的吧 这真不是我主意 你想送都是他们送的 你少给我推得干干净净 那天我给你打电话 你怎么说的 你说办一切都好 你要心里没鬼 你骂我这干什么呀你 我跟你说啊 就是他们两口子 不想仰爸的 想把爸往外封 这主意都是他们决定之后 我才知道的 当时我劝他们 他们也不听 行 我呀 现在不跟你说 我先上京老院 回来再遭你算账 喂 哪个京老院啊 好像叫 叫怀顺京老院吧 姐都知道了 你看 你看 拿电话跟我一顿嚷嚷 你怎么打你都错了 真是 你就不应该把你爸送给老院 我们家这样破事 行了 赶紧吃吧 对啊 那个你还想吃点什么 再点点呗 我看他菜有点少 我看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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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 strikes 呀 你好 我要ifi 你aje speech 好 好 走 爸 爸 你来干什么 爸 爸 你来干什么 爸 爸 爸 你干什么 爸 爸 你这是干什么呀 爸 爸 爸 你这是干吗呀 你没点住 上我们家住行不行啊你 你不是没二美女的 条件虽然不好比自己家人在一块嘛 爸 爸 你别管我了 我哪儿也不去我就在这儿了 你回家吧 爸 我这两天就一直惦记着你 我那天晚上还梦见你睡大马路 可是他们都告诉我你好好的 我也笨 我干嘛要信他们的话呀 我要早知道是这样 我就早应该去看你 早接你回家住了 你开门 我哥嫂子怎么能这么对你啊 爸 你看我早就告诉你吧 别把什么都给出去 早听我的话哪有现在呀 我养的儿子我没教育好 我罪有应得 我活该 我活该 爸 你别管我了 你开门 啊 开门 开门咱们商量商量 你不商量 我不开门 你回家吧 你把自己日子过好比啥都强 你别管我 爸 爸 我答应过妈妈要好好照顾你的啊 你这样我怎么对得起我妈呀 你别管我了 我不上你那去 你自己把日子过好比什么走强 爸 我知道了 我脾气不好 说话不好听老惹你生气 说实话我以前挺恨你的 你干嘛把我送人啊 人家都有亲爸妈陪 我就没有 你恨我就对了 你继续恨我就对了 爸 可是我自己有孩子以后 我就知道你有多不容易了 我爸妈有多么不容易 那时候起我就想把爸爸妈妈都接过去 好好地向你 好好跟你们在一块 他说我妈已经不在了 爸我现在只有你了 你慢慢打开啊 跟我回去 你回去吧 我不可能上你那去 我没脸上你那去 爸 你不想你的儿子女儿 你不想你孙子孙女吗 婉萍想多 你不想他们吗 不想 我谁都不想 我这辈子就死了进老院了 你别管我了 赶快回家吧 回家吧 我你不是两个人 你爸爸因为我老婆 他你不想我 他必争不是 我现在心想你 不想你 你不想你 你不想我 你不想我 如果我去 你不能我 我想你 你不想你 你不想你 想你 你不想我 你说吗 我爸 爸怎么了 病了 我爸被那两个混蛋兄弟送进往院了 不会吧 前些天志文来还不说爸在家呢吗 那是骗我的 都已经到这七八天了 那你赶快把爸接回来啊 爸都不让我轻悟我 我怎么接啊 月梅不是我说你 你那两个兄弟真不是东西 你现在在哪呢 我去接你 你别来接我 我要去找牛志文 我要去问他是不是爸轻身了 你没有这出生里 我吃车 你会觉得你 我吃了 你吃就吃 我吃了